伏別倫敦近年兩年的前香港駐英經貿辦事處處長林鄭月娥 一次訪問英國是以發展局局長的身份進行民物侮辱考察 希望在這方面向英風處境 他說香港現有的市政土地已經有足夠的空間面對人口自然增長的壓力 所以再不像以前那樣面對人口急增壓力也要大量開啟發展用地 而且邊境禁區有豐富的自然和民物資源 政府估到重視他們的保育價值不會貿然發展 由保安部公佈了 這次研究的指導性原則都不是贊成高密度的發展 基本上是從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自然保育 將它有自然天然價值的地方保留下來 第二個就是由於它五十多年來都是禁區 所以裡面很多的鄉村佈局基本上沒有變過 我和我的同事都進去看過 那些鄉村是相當完整的 比如還看到風水林 是怎樣的格局 所以我們覺得是很有文化保育的價值 所以發展就會集中在剛才說過的 羅馬州貨土區和新的口岸一帶 因為連唐鄉原來這個口岸開了之後 就和我們新界東北 我剛才提過的古洞北 平邪、粉嶺北、打鼓嶺這一帶 連接起來了 所以如果要發展就要對焦在幾個地方發展 林太說她了解到很多北區居民 對於沙頭角區的禁區地位 不決而感到失望 但這個主要是基於保安的理由 我們已經從保安角度 將禁區大幅收窄 由2,800公頃 現在只剩下400公頃 但沙頭角這個就是 從保安的理由是需要維持在禁區 我深信保安局和我們警務處的同事 經過很深深的研究 在沙頭角 以至到經過沙頭角碼頭去的一些 離島、鄉村 現在它的交通的暢達性是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即使將沙頭角擺回禁區的同時 我們都說 我們會再和沙頭角 或者一帶的村民 鄉村去研究一下 有什麼方法 既保留它在禁區範圍以內 但也可以照顧到居民的需要 和照顧到他們的旅遊的潛力 他又說 政府擁有大量歷史建築物 已經並非原來的用途 為了妥適地保存這些建築物 建政要求支援機構提議 如何活化這些建築物 其實政府擁有很多很多的文物的歷史建築物 很多已經搬了原本的用途 譬如已經不是警察局 不是醫院 不是監獄 那究竟拿著一大批 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物 怎麼做呢 我們就推出了 這個活化歷史建築的訪問計劃 其實下個星期就截止了 我們就邀請香港的非牟利機構 提議一個意見 如何可以活化這些歷史建築物 往時他們做的困難就是財政的支援 但今次就由政府斥資來做這個文化 文物的歷史建築的活化計劃 我們已經預留了10億元 是誰成功申請這個機構 會在剛才我講了 這個區域的最多和鼓動一帶 亦都講了這個禁區 因為很多都是覺得這個邊境禁區 可能是